小高养了一只梨花猫 六个月大 可能有些怕生 采访时 小家伙躲在航空箱里不出来 26号晚上 我带我的猫咪去宏泰医院 去做一个抗体採血 结果回家的时候 发现猫咪出现后肢无力 然后轻摊的一种情况 有出现走路倾斜 后来岳长给我开了片子 说是因为猫咪有先天的一个畸形 对 然后导致了现在的一个情况 周二晚上我去了其他的一个宠物医院 去做了一个相应的片子的一个检测 医生给我的反馈说 是骨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小高说 小猫打完疫苗没多久 2月26号晚上 带到杭州天幕里 这家瑞派红泰宠物医院 做抗体检测 之后直接放进猫包 回到家后 发现小猫走路有问题 他再次找到宠物医院 对方给他发了小猫检查的片子 说是 剑锥锥体左侧结构异常 小高去另一家宠物医院拍了片子 和洪泰提供的似乎有点差别 初步诊断为神经系统疾病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采血过程中 是一开始是采了后肢的血 但是因为猫咪可能比较害怕应激 他们没有采取相应的正当的一个措施 导致后在后肢采血的过程中伤到了血管或者是神经 后来他们才采取了用前肢进行采血 当时的照片显示 小猫包扎的是前肢 小高说 采血的地方没有监控 他没法判断具体情况 现在小猫已经基本恢复了 不过当时确实是采血回家后出现了问题 他想问问洪泰方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们也提供了就是在中央处置区的一个视频 就是全程也没有说对他有做就伤害他的动作 因为正常猫咪宝钉的话我们就是用毯子裹嘛 然后他当时会有点炸毛 就是有点害怕的那种 然后他们怕在中央处置区就会乱跑 然后就给他带到了那个小房间里面去给他做处置 然后我们问了那个当时处置的人 他说当时他是一个软包不是这样的 他也没有拿拿出来就拿毯子裹在上面 然后踩的前肢 殷医生表示 小房间里面有辐射设备 所以没法安装监控 当时他们已经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手段 小猫如果硬击 可能会有扭动蹬腿的动作 这个他们也无法控制 当时他们也向小高提过 如果扭伤了 静养几天基本就能恢复 至于小猫左后肢走路倾斜的原因 因医生现场给小高分析了一下 要不然就是关节发育有异常 或者有骨折 那再就就是神经方面的问题了 你正常的采血保定的话 也不至于导致它这样子 那我们得多大力 而且也不可能会去做这样的操作的 他说就是后来去另一个医院 做了相同的拍拼 可能出来的结果不太一样 那要看就是医生是怎么说的 还有就是主任的理解 有可能话术上面是不一样 但是可能大概的方向是一样的 小高表示他不需要赔偿 之前他给医院发过信息 希望得到解释 一直没得到回复 他希望对方道歉 因医生表示 医院的意思是 等小高情绪平稳一点 再进行回复 小高还提到 采血当天 他就坐在医院走廊里 如果小猫出现应激 医生完全可以让他进去安抚 因医生表示 这方面以后会加强沟通 医院方也会积极跟进这件事 小高接受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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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